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俄罗斯到土耳其到叙利亚政府伊朗两大阵营 但在叙利亚内战中 以色列一直是保持中立的 那为什么一贯中立的以色列如此紧张呢? 不仅因为随着叙利亚战事走到尾声 伊朗势力在叙利亚地区的去留 将成为叙利亚解放全国的关键因素 更因为叙利亚政府军攻势很猛 叙利亚西南德拉省打得很激烈 该省靠近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 再加上 参与战事还有以色列的禁敌伊朗军队 接连不断的战事 导致上万民众涌向蓄移边境 对以色列边境安全构成压力 所以以色列现在非常紧张 有点火星就能爆炸 图片来自观察者网 别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去俄罗斯 请求得到普京的支持 以色列的军队下手可是毫不手软啊 在内塔尼亚胡和普京见面的当天 以色列向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设施发射数枚导弹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袭击发生后 以色列军方出面承认 导弹是我们发的 原因是为了报复叙利亚飞过来的无人机 以色列导弹袭袭击叙利亚军事设施图片来源 法新社当天早些时候 一架叙利亚无人机接近以色列边境 以色列军方随即发射了一枚爱国者导弹 成功拦截了这架无人机 果然是土豪以色列啊 不管是无人机还是火箭弹 通通都用导弹拦截 拦截还不算 过了不久还发射导弹 展开报复行动 这样霸道的作风果然很以色列 以色列用导弹击落一架来自叙利亚的无人机 其实2015年 额已就叙利亚问题 设立了协调机制 不过由于以色列未加入任何联盟 也未参与任何军事行动 所以这个协调机制 按照以方的说法 是两国就叙利亚飞行安全的协调机制 旨在避免发生空中事故 不直接涉及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但因为有了这个协调机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普京的会面更为频繁 去年3月和8月 他先后到访莫斯科和索谢 昨天的这次会面是今年以来 第三次访问俄罗斯 第一次是1月29号 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索谢召开前夕 第二次则是5月9号 参加了俄罗斯国庆月宾日的庆典 虽说以色列总理和普京讨论的是叙利亚局势 但是以色列次次都把矛头指向了伊朗 图片来源见水印 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内塔尼亚胡和普京的第二次见面 和昨天的会面有些相似 5月9号那天是俄罗斯的国庆阅兵日 但是稍早一点 5月8号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一直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 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力挺以色列 包括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和把美国驻义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那么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 内塔尼亚胡可能正在去俄罗斯的路上 并且借着这个机会 以色列向叙利亚首都大马什格南部 发射了若干美导弹 说实话 自去年以来 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无人机部队进行空袭 完全不需要理由式的 在当前美俄对立的背景下 以色列和俄罗斯之间的热络 似乎有些不搭调 以色列总是抛弃老大哥 先和俄罗斯商讨 再者 该动手就动手十分干脆利索 以色列这样的做法 是显示中东地区俄罗斯 更重要啊 是因为我认为我现在的 我不能保证这个 我认为我认为我可以 我认为你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你